吃包子看电影,大家好,这里是扫龙包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丑女孩一夜之间变成美丽公主,受到外人追捧的故事 女主米娅有着惊人的发量和一眼讲究呕吐的毛病 因此她受尽了同学们的嘲笑,怪咖也成为了她的标签 同时她也憧憬着和男神有一段甜甜的恋爱 但她是个受人欺负的角色,男神根本不将她放在眼里 好在她有一个很爱她的妈妈,母女俩相依为命 然而平静的生活因为米娅奶奶的到来被打破了 奶奶从遥远的欧洲来到她所在的城市 在妈妈的说服下她去见了奶奶一面,这一面可不了得 她发现奶奶居然在旧金山有一座宫殿 手下有着无数的仆人和保安 最让米娅无法接受的是,奶奶告诉她米娅的爸爸是皇室的王子 她去世之后米娅是唯一的继承人 过几天的16岁生日,奶奶将交给她一个国家作为礼物 米娅听到自然是无法接受 但是在妈妈和奶奶的劝说下 她开始接受当公主的命运 跟随着奶奶学习皇室的礼仪 还请来了形象设计师为她做了形象改造 终于将爆炸头书的顺顺溜溜 大变身之后米娅俩然一副淑女的模样 但当她第一次出现在闺蜜面前时 闺蜜因为嫉妒她的改变把她骂了一顿 其实长期以来她的自卑都来源于闺蜜 于是她戴上了帽子进入了教室 不出意外的又成为了同学们取笑的对象 但意外的她是公主的事情被人公之于众 媒体开始大肆报道她的事迹 长枪短炮把学校围的水泄不通 她只能惊慌的把奶奶叫来 在奶奶的开导和鼓励下 她开始尝试在公众的注意下生活 第二天她坐着带骑子的好车来到了学校 等待她的是媒体的轰炸和同学们的恭维 同时米娅的男神也注意到了她 放学后便把她约到了海滩 但意外的又被媒体盯上了 于是男神带着米娅进入了一间小屋 打算在母屋里和米娅成为男女朋友 这样她就会有十足的关注度 但米娅不习惯她的主动 于是男神找准了机会把她从小屋里带出来 刻意让她和自己一起暴露在媒体面前 甚至还在镜头前亲吻她 就在她想要逃回家的时候 欺负过她的同学好心的为她拿来衣服更换 但就在她换衣服的时候 他们喊来了记者 在镜头前扯掉了她的更衣间 于是第二天报纸便大肆宣传了 公主的荒淫五度 奶奶看到后非常的生气 过于皇室和公主的压力 加上米娅的不自信 她决定放弃公主头衔 在她回归到以前的生活时 奶奶来到她的家中 还带来了米娅爸爸送给她的礼物 奶奶在临走前告诉她 已经为米娅安排了一场夜会 让她在公主面前演讲致辞自己的决定 但这次米娅彻底的慌了 一演讲究度的毛病 让她的镜头更加了共居 于是她决定逃离这个城市 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她看到了父亲写给她的信 用气言许不是所向拼倚 但胆却无济于事 这句话彻底的联系了她 她意识到自己身为唯一继承人的责任 于是她立马冒着大雨来到了宴会 在一片狼狈中她克服了恐惧 接受了公主的称号 在众人的面前接受了奶奶授予的皇位 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公主 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连是自己的宠物猫也过上了别人羡慕不来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